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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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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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先問一下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這個讀書會 本來人數的設定是不多的 而且是希望大家真的讀過有關的書 才來進行一些討論 今天我們這裡 我先介紹我自己 我叫做梁文道 是這個少數人讀書會的策劃人 也是今節讀書會的主持 所謂主持的概念不是主講 而是希望帶起一些討論 大家一起來談 討論當然是有重點 重點就是透過我們介紹的兩本書來展開 這兩本書分別就是 羅永生的《殖民無間道》 和呂大樂的《哪此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有沒有人沒看過這兩本書 有沒有人沒看過這兩本書 沒看過請離開 好嗎?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沒有看過請離開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因為我一開始已經說過 需要看這本書 才可以進行討論 真的對不起 不好意思 好 剩下下來的朋友都看過這本書 真的非常好 我們不如大家一起坐過來 好嗎? 好嗎? 大家一起坐過來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正式開始了 如果大家看過這兩本書 就知道我們最重要的一個主題 在這兩本書裡面看到的 就是對於過去十幾年 就是自從1997年的前後開始 到今天我覺得都還未好好地 即使在中文世界裡面 華文世界裡面 尤其是香港本土的討論裡面 時時觸及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什麼叫做殖民 殖民經驗是什麼 對於這個殖民經驗 或者殖民遺產的討論 其實是 不是很深入 不是很立體 亦都不是很critical 我覺得這兩本書 加起來 就可以對很多我們說的殖民經驗 的了解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選了這兩本書 未必表示這兩本書 講過很多事情的立場 我都很認同 很贊成 但是一會兒 現在加入來的朋友 請留意一下 我們這場是讀書會來的 所以我們需要大家 看過這兩本書 至少看過其中一本 還有有沒有帶書來 有沒有書榨首 剛剛進來的朋友有沒有看過 剛剛進來的朋友有沒有看過這兩本書 有沒有帶這兩本書 如果沒有的話 不如你們請你們離開 好不好 不好意思 真是 很對不起 因為我們是讀書會來的 好嗎 OK 梁先生 我沒有看過 殖民無教授的 龍國師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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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在場大家都看過 非常好 好 那我們繼續 所以我們就想透過這兩本書 這兩本書 我都不是說能夠完全 贊同 裡面的一些觀點 但是 他們加起來 我覺得 提供了一個很有趣 對於香港的殖民經驗 究竟是什麼 或者殖民史究竟是什麼 它和今天香港的關係是怎樣 我覺得提出了一些比較深入的 critical的看法 這些看法有很多時候 是和香港今天流行的 關於殖民地的討論 和了解 是有矛盾的 是衝突的 或者是不符合大家的常規的認識 所以在這個中間就有一個距離 那個距離就是 我們今天一本常識中的香港殖民經驗 是什麼 然後我們看完這兩本書 他們所寫出來的香港的殖民史 和殖民經驗又是什麼 那麼中間的落差 是怎樣形成的呢 究竟哪一個是真一點呢 或者哪一個比較接近現實的歷史 哪一個更加符合到我們今天 從當代史要服務於當代政治目的的需要來講的話 是更加對應到今天香港的一個政治的 或者社會未來的一個project 一個計劃呢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一個嘗試來的 嘗試一下看這兩本書 所以就選了這兩本書 那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 看完這兩本書之後 或者至少看過其中一本之後 在場的朋友有沒有一些 一些什麼覺得最重要的評論 就是你自己覺得你一想到最重要的評論 或者是一些問題 你可以先提出來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一起討論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 好 有沒有 不用害羞的 我們反正讀書會來的 反正如果你們已經看了 或者看了部分 有些什麼印象 有些什麼評論 你們有麥克風在這裡 請 好 等一下 大家可以開一支麥克風 先開一支麥克風 我想先簡單說一下 殖民無間道 我想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就是開始去釐清 什麼是殖民和後殖民的兩個概念 因為之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 我們會很熟悉的就是 反殖民主義這個理念 就是一個建基於一個國族主義的前提下 去提出凡是與我們 凡是壓迫我們 或者是以別的主義壓迫我們 以殖民主義壓迫我們 那些都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就去反 很清楚一個議員對立 和一個本質主義的想法 去劃分了他者和我 駱永生先生 他這本書有趣的地方 他首先是 因為他一直在說解析 他就要區分解析和反殖的根本區別 一直以來大家都會混淆了這兩個概念 劉永生先生會著重去通過他裡面的事例 去說清楚原來並不是這麼議員對立的東西 可能是混雜的 甚至是按照他的說法是一種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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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很重要 就是在於我們不再去這麼單面 覺得我們反一個他者 或者反一個敵人 他壓迫我們 我們只要打贏 他在每一個戰線上打贏 我們就贏了 而是他看到 我中有你中有我一種含雲性 我覺得這個理論的提出 對於我們再走今天我讀書的理論 去再向前走一步 是一個基材的 如果我們不經過解析主義 或者經過解析這個概念 我們不可能再建立一些新的理論 去再去解決我們現在的一些新的問題 因為時代又變了 我相信他是一個很好的 幫我們解釋前面的東西 給我們一些空間 打開一些可能性 今天我們要說Invention 不再說一些這麼簡單 或只是把一些東西拆開 去看到一些東西的複雜性 我們還要向前走一步去說 我們要如何相對於今天的時代去 因為政治也是一種Invention 和包丁的理論 所以我們要向前走 我相信這本書的價值 我簡單覺得是很重要 讓我們先去清理之前的問題 謝謝 謝謝 其他朋友有沒有什麼回想? 有沒有? 大家不用害羞的 說得很好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OK 我覺得你剛才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對這本書的解釋裡面 你做一個解直和反直的區分 反直我如果沒有聽錯 或者理解錯 你的意思可能就是 平時我們在香港 一說反直 就好像有一個對立面 就是說我們要不就反對殖民地 和殖民主義 反對殖民統治 反過來之後要什麼呢? 要的可能就是譬如說回歸 或者是肯定所謂的中國人身份 所以這裡的議員對立 就很簡單地說 就是變成你 要不就是做一個殖民地的 以前的舊鎮事的說話 叫做殖民地的狗 要不就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真的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這裡牽涉了一件事 如果說什麼叫解直呢? 就似乎不只是反對殖民主義殖民地 那麼簡單 解直的意思是 將香港更加根深替固的殖民狀態 解除了它 那什麼叫做殖民狀態呢? 這裡就牽涉了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全世界大部分的殖民地 其實都經歷了一個 就是議事大戰之後都經歷了一個解直的過程 就是我們知道 就是以前說歐美 或者歐洲的傳統的帝國主義 或者殖民主義 它都經歷了一個解直的過程 就是他們大部分殖民地 後來都解直的 而解直的最終的走向是什麼呢? 我們也知道 就是政治上必須一個獨立的實體 除了有小部分的地區 到今天為止 他們是自願繼續成為 美國和英國和法國的殖民地 是有的 其實他們是曾經擁有的選擇 就是很多島嶼國家 不是國家 就是這些地區 他們是可以成為 獨立的政治實體 但是他們不願意 他們要求殖民中主國 繼續要做他們的中主國 理由是其實這樣有好處 譬如說 它一樣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 但是它所有的外交、軍事 這些最浪費錢浪費力的事情 全部都不用他們去搞 他們就很開心了 其實對那些中主國來說 就很煩 就是經常想去擺脫他們 但是又擺脫不脫 就美大不調 香港這種案子 就是很特別的案子 基本上在殖民史上 不是那麼常見 接下來大家觀察的對象 可能就是殖布羅陀 大家聽過 殖布羅陀 是西班牙南端 突出去了地中海口 殖布羅陀海峽的那一段 那一段 那一段 一直有一個爭議 就是究竟是英國的殖民地 還是應該給西班牙呢 或者可不可以叫做給西班牙呢 還是它應該獨立呢 都有這種爭論 但是香港呢 就算算算上了殖布羅陀 香港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就是香港是從來沒有安排到走向獨立這條路 而是叫回歸 這個是香港的殖民經驗的第一個特別的地方 第二點呢 就是香港的殖民 不好意思 兩位朋友 你們有沒有帶來大碗書 你們有沒有看過 你剛才能夠跟他們解釋一下 因為我是肯定在宿人上擺路 你要來一起看 但是覺得機會很難 因為我之前有過大碗書 但是有大碗書 即是怎樣 你之前 有之前是有過的指紋 但是沒有大碗書 OK 那這一位呢 你就未來得及看 因為我是肯定在宿人上擺路 OK 那你先坐下 對 那 那 而這個狀況下 如果香港沒有走向獨立 那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跟剛才你提到的問題是有關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牽涉到 如果香港沒有走向獨立 那香港經歷的解藉 或者有沒有經歷過解藉 都是一個問題 是一種怎樣的解藉呢 這個又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通常我們一講解藉 你現在看書 就是看最經歷的教科書 或者歷史書 所謂的 decolonialization 有一一講 就是很直接就是independent 去到最後就是 那有沒有一種解藉 是不獨立的 叫做回歸 是一種怎樣的狀態呢 其實在學術理論上 是從來都是低度開發的區域來的 就是從來沒有被認真討論過 因為這個概念 太詭異太古怪 就是大家不是很認真去討論它 好了 所以 我覺得羅永生這本書 其實是幫 好像你所說 幫我們思考這一類問題 是有提供了一些insight 而我 某程度上 我都很同意他的原因 就是因為差不多我們 很多很多年前 其實大家都一起關心這樣的問題 都是這一組問題 究竟什麼叫做解藉 香港的解藉是什麼 香港的解藉 甚至乎從來不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 這個字眼 在場可能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但也有些不是那麼年輕的朋友 經歷九七的時候 大家都記得 我們大家一直在看的東西 就是九七回歸 九七回歸 過渡這些說法 但有沒有留意 那時候從來沒有人說過解藉 很少有人說的 這不是一個我們正常的 日常的 政治的大眾討論語言的一部分 不是我們一個 ordinary discourse的一部分 不講解藉的 為什麼呢 明明我們是解除殖民地狀態 但為什麼大家都不講解藉呢 最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你說 是因為我們很多香港人 很懷念殖民地 覺得英國佬 你千萬不要走啊 所以我們寧願不解藉 那就算了 但有趣的是 連文匯部大公部 左部都很少解藉 是什麼原因呢 如果大家看過這兩本書之後 有沒有特別是 剛才才提起羅永生 我們就從這本書開始談起 大家有什麼看法可以分享一下 是 謝謝 其實我覺得 《殖民無間道》 這本書 我看過它有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就是說 香港現在和中央是一種朝共的關係 變成 在類似封建時代的朝鮮和中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關係 那究竟香港有沒有解藉呢 我覺得香港的解藉是 五十年不變是一個凍結了的解藉 所以我覺得 香港解藉 都需要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這個系統 因為我覺得始終香港呢 雖然它是被英國統治了一種那麼長的時間 但是中國人的那種文化 那種傳統教育呢 有時候西方教育 不知道為什麼很奇怪 中國人是不會被西方教育 無論中國人出去到美國 或者去到其他國家 他們有一種會當自己是中國人 而沒有辦法很輕易地融入西方社會 或者其他地方的社會 那種愛國主義呢 始終都是會回向中國的 所以我覺得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個很浮誠的概念 那麼 那麼多人去舉英國旗 找一支英國旗出來 是不是真的那麼愛英國呢 那不見得的 只是為了反抗而反抗 我覺得他們覺得 他們覺得不喜歡這張紅色旗 就去拿回英國旗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行為 和解析是完全是兩個方向的行為 所以我覺得在香港目前這個解析 都是完全凍結了 那麼凍結到什麼時候 可能2046吧 我不是很明白 你剛才是說中間有一段 你說的 好像華人 無論去到任何一個地區 都會有一種自不然的 對於中國的愛國的情懷 就會萌生出來 然後你就說到香港的情況 你覺得這件事和香港的關係是什麼 而是說香港人都是這樣 有種自然而然的愛國情懷 會猶然而生 我覺得是一種 大家都沒有 未必會意識到的情懷 那麼香港人會覺得 現在有部分香港人覺得 愛國情懷是一種便宜 但是其實 他們是不是真的完全西化了呢 我覺得是 不是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中國人很奇怪的情況 我覺得在其他任何國家 或者在任何文化的人身上都不會發現 就是 我都很莫名其妙的 這種中國人莫名其妙的愛國 是從哪裡來的呢 會令 在這個城市生活了 一個殖民地的城市生活了一百多年 又或者 已經是幾代人出去了外國 但是 但是 多多少少都還會有這些 這樣的 觀念殘留在這裡 OK 其他朋友對 這位小姐的 看法有沒有什麼回應 大家不用客氣 好 這位小姐 是 他們那裡說回 香港 是不是大陸對香港 或者對周邊 是一個天朝的心態呢 是 那 那個中國人 其實這位小姐說的中國人 是 用 漢族來說 是一個漢族的觀點 比如我們昨天聽 那位朋友 有慕容女士 她是蒙古人來的 她去到了草原 她的感受 跟我們的感受 可以是不同的 但是 我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其實我可能是南岸 南岸 如果是中原那個 是東而南岸 西容北的 我們的 顏族來 現在 香港 的人 其實有一部分 是本土人 譬如彈家 或者 新界 鄧先生 他們那部分 他們不覺得自己是第二 是第三代下來的 他們是本土的 清朝之前已經在 是 如果你說西藏 那些藏人 他去了印度 他都覺得自己的西藏 不應該成為中國一部分 毛澤東當年其實是想 湖南獨立 就 孫中山當時 初初是 驅逐 滿洲 是想建立一個漢 大漢的江山 就不是包括蒙古 新疆那些 所以現在的所謂的中國人 是一個 多民族的國家 是57 或許以上 多的民族 只不過 不幸運 漢族 是超過90% 所以 羅大佑的那首歌 《黑皮膚、黑眼睛、黑頭髮》 或者黃皮膚、黑眼睛、黑頭髮 回到大陸 是政治不不得確 因為西藏人有些不是黃頭髮 是黃頭髮或者是藍眼睛、綠眼睛的 不一定是黑眼睛的 所以用這個觀點來看 是不是愛國這件事呢? 我所認識的人 去到美國回來第二、三代 他們是不講中文的 他們是以美國人自居的 是沒有說愛國那種心態 因為美國也是多個民族國家 如果你在加拿大出生 你可以有兩個選擇 你選擇加拿大人 或者其他國籍 你可以雙國籍 好像說直布羅陀 直布羅陀在西班牙一部分 但是在西班牙來說 有人是要求獨立的 他們不喜歡做西班牙人 所以以我的觀點 2047或者2044或者2046 可能社會發展到 根本就沒有了國家的觀念 現在你在歐洲 在歐洲共同體裡面 你去哪裡都幾乎是可以的 你不需要拿著 我是英國的護照 或者是法國的護照 我可以去英國做事 也可以去德國做事 也可以 那個國家 錢方面 我用歐羅 那個國家的觀念 其實已經不太重要 如果你在歐洲的歷史來講 歐洲人去打仗 是幫那個君主去打仗 根本就不是說 我一個中國 或者是一個德國 德國在300年前 可能400年前 都沒有德國這個地方 那就不同中國 我有二千年歷史 或者五千年歷史 所以那個國家的觀念 在每一個人其實是不同的 就是那位小姐說 香港那幫 港獨那幫 其實他們不是喜歡英國 是喜歡 那時候有些東西 現在我們可能是沒有了 到最後就好像那天 李儀說 我們是不爭 都是要爭 因為你不爭 你一定沒有普選 你爭就可能 還有少許機會 可能有 那幫人 拿著港獨那幫人 覺得 我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之後 出生的人 我是大學畢業 三十年都可能 買不到自己的居屋 如果抽不到的話 買不到自己的屋 沒有屋 就沒有兒子 沒有女兒 什麼都沒有 可能是要做劏房 劏房就是全世界 住得最小 但是比最貴租的人 那香港怎麼會淪落到 我在香港出生 這一代的香港人 或者第三、四代的香港人 用女大落的眼光看 我們這代香港人 原來呢 就是要住劏房 永遠都上不到樓 包括你做了 大學畢業 那個醫生 或者是那個律師 那對朋友 或者未來夫婦 說 告訴曾特首 我們沒有樓住 曾特首就不理 現在呢 那些人還是住劏房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為什麼要回歸 久之前我們不用住劏房 那個心態走出來 就是有一幫人 拿著一支旗 這樣走出來 我們要好一點 只不過呢 就是你而言 我們為了自己的理想 我移民 我不做中國人 有什麼分別 去到美國 我住一千呎 在香港的劏房 一百呎 但是比最貴的鐘 明白 OK 有沒有其他 有沒有 是 各位先生 會不會有彭多瓦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呢 華人的話 不單單的這麼簡單 去看那個叫愛國 我覺得更多的是一種 自己文化 對自己文化的堅持 或者說這種文化是講 就像余英石說的那種 一種生活方式的堅持 但是這種堅持呢 它可能要依附於一個實體上面 或者是一個團體 或者是一個正體 等等的 它不自覺地會依附在一個東西 比如小的話 我們可以依附一個家庭 一個血緣的系統 實際上就是對我們生活方式 生存方式的一種 一種 怎麼說堅持 或者喜愛吧 所以說不能簡單地把它看成一種愛國 因為沒辦法說愛國不愛國的問題 比如說你 北京的一個 一個 反美的一個 什麼什麼人 但是特別喜歡去美國 他反美的理由可能 不是說是喜歡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可能就是喜歡一個 我所謂華人的身份 甚至他根本上 他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 或者當然他可能被洗腦 更多的是 我們華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生存方式 甚至一種意識形態 和思維方式 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愛國 這麼一個簡單的 一個 一個 比較有政治倾向的一個東西 這是我的看法 其他朋友有沒有回應 對於剛剛的討論 這位先生 我也是來自內地 我是來這裡讀書 然後工作 然後我肯定是沒有機會見證到 殖民地時期的香港 但是 但是如果把它 某種 這書裡面 羅永生也提到了 中華性當中的殖民性 我從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把現在的香港特區 也是 某種程度上可能很多人也認為 也是一種 殖民 還是一個殖民體的狀態 因為我雖然不知道 港英時期的香港是怎樣 但是 聯想到自己一點有限的歷史支持 在美國獨立之前 美國 雖然說 並不是單一民族的國家 但是 它建立之前 應該還是英國人為主的 它的新伊格蘭的殖民地 和本身的英國 應該沒有那種 民族上的 民族大義上的衝突在 應該是保持一致的 但是他們 為什麼 要從殖民地狀態脫離出來 那是因為 他們稅務上的問題 治理上的問題 他們希望有過 自己在地的人民 決定自己的命運 然後這種情況下 才 他們獨立了 所以才會解職了 然後您剛才提到了 書裡邊提到的一種 在回歸時候 人們思考一種解職的方式 所謂的回歸 從一個 異族統治的政府 回歸到一個 符合民族架構下的統治政府 似乎這是一種解職的方式 但是我們參照這個 歷史 美國的歷史 以至現在 香港的現狀來看的話 似乎 這種解職不是這種解職 所謂的解職 好像跟民族 大義上的傳承 沒有大大的關係 似乎真的要在地的人民 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 我們才能 是作為一種解職的方式 我是那麼想的 我都簡單回應一下 首先 先說回剛才我們說 解職是什麼 我們再回到這個問題 解職要解決這個問題 解答這個問題 首先要處理 殖民究竟是什麼 就是我們最簡單的說法 就是會說殖民 當然是一個外來殖民者 統治了 征服了一個地區 這個地區的人 就成為他的神民 然後這個就叫殖民 就是這個最常識 最粗淺的解釋 但是呢 我們看了 譬如錄影生這本書 口邊都說到Anthony King 這幾年很紅的 Anthony King 是一個很紅的地理學家 就會說世界城市 就說任何城市和鄉村之間 都有一種殖民 與被殖民的關係 他就是這麼說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殖民的視野 擴大 其實殖民是什麼呢 殖民不單是 我們九七的時候 我們的主流社會 很簡單地把它理解為 現在白皮膚的港督走了 我們換了一個香港人做特首 這樣就不是殖民地了 我們的理解就是這樣 人種換了 或者民族換了 換了一次血 那就搞定了 但是殖民其實 不單是一個所謂民族問題 是否同一個民族統一 統治同一個民族 就不叫殖民呢 這裏已經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們這裏首先假設 香港人和現在所說的中國人 在民族上大家是一致的 沒有問題的 那是不是這樣的情況下 由中國人統治香港人 或者香港人統治香港人 就不叫殖民呢 未必的 因為以現代後殖民理論的視野來看 殖民我們其實幾乎可以用到闊到什麼地步呢 闊到就等於以前大家讀馬克思的時候說的 宰制 domination 已經叫殖民 為什麼呢 他的意思是這樣 當一個階層 他對另一個階層 或者其他人 構成一種domination的關係 一個宰制的關係 而在這個宰制關係之中 他是有一個利益的取向 他要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 已經可以叫殖民 所以殖民的意思是可以很闊 但我又不想把他搞得這麼無聊 好像什麼都這樣 什麼都殖民 我們可不可以學校的老師也是殖民學生呢 加上有殖民子女呢 不是這樣的 而是因為香港的確曾經是一個殖民地 而這個殖民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 殖民政府呢 我們看得很清楚 譬如說加上呂大陸的本書 他講《物理號時代》的時候 政府的政策安排和設計是怎樣 他對香港的施政 完全是要從英國的利益去考慮的 這個時候你已經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最普遍的殖民地的統治狀態 而這個殖民地的統治狀態 他在去到97的時候 有沒有改變過呢 所謂的殖民地狀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是一整套的政治制度的安排 一整套經濟制度的安排 一整套生活方式的安排 有沒有改變過呢 他是沒有改變的 我們再看回剛才我說的解殖 在大部分那些殖民地邁向解殖的過程之中 最終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們那種變化是很劇烈的 他們那種劇烈的變化包括什麼呢 包括有時候是劇烈過頭的 首先我們最清楚的就是街名要改 以前什麼英皇佐治五世中學 馬上要改掉它 叫做淘淘中學 什麼中學都好 又或者整個制度要改變 某些的經濟生產方式要改變 而那些解殖失敗的國家 大多數就是剛剛好的制度沒有改變 就是新掌權的精英 迅速地佔據了過往殖民地所佔據的位置 於是社會本來那種不平等依然存在 那種不平等是經過殖民扭曲的 就是說殖民地 殖民中學國來到 它在你們上面加了一個宰制的階層 由你們下面就出現了一群被這個宰制階層控制的一群人 那現在你趕走了這群異族 換了本地人 本地人其實只是上一個位置 它什麼都沒有改變過 現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香港由於沒有講解殖 不喜歡講解殖 所以我們對於整個殖民地是什麼 那個理解 在大眾社會之中 就變得很簡單 就是換支旗而已 就是97 7月1號那晚 叮盪之後 警察馬上拿一支警章出來換了它 那就搞定了 就是全世界解殖 沒有香港解得那麼容易的 其實 是一滴血都沒有流過的 也有的 那晚蘭桂芳試過有鬼佬打架 就是流血 就是為香港解殖史上流出了第一滴血 可能是美國遊客 就是 香港解殖就是這麼簡單 就換支旗仔 而換支旗仔這件事 充分說明了其實我們是沒有解殖 就是我們本來整套殖民地 所以制度的系統是維持了沒有變過 而這種沒有變過 就像剛才那位小姐說的 這個字眼就是 當年我們幾個朋友 呂大陸我們大家都用的字眼 就叫Frozen 是凍結的 怎樣凍結呢 就是我們大家都說 香港要保持50年不變 50年不變 大家都同意 以殖民地狀態 起碼要維持50年才好 而最有趣的地方是 這50年不變 並不是別人 impose 在香港人身上的 是香港人拍爛手掌說正的 換句話說 是一班被殖民的人 現在拍手歡迎正啊 我們要保持殖民多50年 這樣 好了 那為什麼香港人 這麼享受 這麼覺得殖民多50年很正 是什麼原因呢 這樣就已經很複雜了 另一方面 英國人又覺得沒事 好啊 你們想殖民多50年的狀態 OK 而中國政府 都是啊 而鄧小平還說 50年不夠啊 有一百年都可以 就是啊 就是 究竟什麼事 是令到一個殖民地 回歸的過程裡面 是沒有人覺得需要解殖 而 三方面的人 都覺得 很好 要繼續保持是這樣 保持多50年 乃至於一百年 那這裡已經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了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談 那第二件事 就是剛才那位小姐 忍起討論 我們可不可以幾位都提到 華人的情況 請留意 我不是很喜歡用中國人這個字 我用華人 為什麼呢 是因為呢 我們說 是不是中國人出到外面 有一種自然的愛國情懷會出來 或者怎麼樣呢 剛才葵先生也說 也不是的 現在很多 在美國大那些二三代 我也認識很多那些 回到來 我的堂弟弟已經是這樣 基本上只會說英文 在美國大 那 OK 但是呢 我也認識一些人 可能在美國大 兩三代之後 忽然有沉根 沉根 沉根沉沉下 對中國文化 充滿熱情興趣 接著大學的時候 讀Asian Studies Chinese Studies 然後回去北京 清華 留學又交換 接著一些普通話 又粗粗聲 不過不知道 為什麼不懂得說廣東話 他沉根沉去北京 就不是沉回去 我們老家順德 這個才不論 好了 我想說的是 那種我們認為華人在海外 或者去到哪裡都好 自不然有一種猶然而起的一種愛國情懷 這個看法要很小心 剛才韋先生說的是一種對文化的憂戀 我嘗試舉一些實際例子 去把它再分拆得清晰一點 在整個海外的華人的移民史 或者有人叫殖民史裡面 出產最多這些海外移民的地方 就是今天中國的兩個省份 就是廣東和福建 而廣東和福建出去的人 那些族群是很複雜的 因為你從語言去分的話 這裡有敏北人 福州人 其實福州人是比較少的 有敏南人 然後有客家人 有潮州人 有廣府人 大概是語言分這四類 而這四類裡面 還可以再細分都很複雜 就算敏南人 即是福建南部人 泉州、漳州、廈門都是不同的 然後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這一群人 我們說大家都是中國人 出到外面 應該是互相輔助 即是我們現在看的那些電視 即是九十年代開始看亞視那些 尋找他鄉的故事 或者如果你們看中央台的紀錄片 看得多 即是那些海外華僑 困苦之中奸險奮鬥 然後努力掙扎求全 然後四處開花 令到中國文化 然後大家互相幫助 但是真實的歷史是怎樣呢 這群所謂應該團結一致的中國人 出去之後 就經常互相殘殺 最早的階段 還要勾結外國人來互相殘殺 譬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婆羅洲、馬來西亞、印尼這些地方 去到那些地方之後 往往會出現一種情況 就是一群廣東人和一群敏南人 就是大規模族群的蟹鬥 其實根本是小型戰爭 兩邊幾千人 這個戰爭是怎樣呢 不只是廣東人打你福建南部那些 賀魯人那麼簡單 賀魯人 而是怎樣呢 還要是你勾結一個馬來亞的蘇丹 那些蘇丹仔 我又找另一個蘇丹仔 那些蘇丹仔不夠打 我找英國人來幫忙打 所以會出現一種情況 一邊的陣營裡面 都是唐人為主的 但是兩邊都有異族參加的 即是不惜勾結異族 來消滅對方 好了 但是你看回頭 你會說 不是啊 這群人真的很愛國的 為什麼呢 他們有空有錢 就回家 起祠堂了 起得很厲害的 大家都知道 開瓶雕流的那些 就是回去狂喜 就經常說要回去光宗耀祖 每年那些什麼 求神拜法那些東西 一定跟足規矩 很保守很傳統的 我想說是什麼呢 這一種情況 其實不是今天所理解的外國主義 它是什麼呢 它是一種 早於外國主義的時候 的一種原鄉主義 那時候 其實中國人根本沒有概念 叫做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 雖然大家都有個印象 我們都是從 那個叫做唐山的地方來 但是呢 它的認同感 不是那麼強 它更加認同是什麼呢 譬如我是信德人的話 我認同信德 對我來說呢 信得太多 但是 如果你今天你 廈門人 跟我有什麼不妥 我唸瓜你 為了要唸瓜你 今天那些英國佬 都可以是我朋友 我和你不是那麼Friend 不要搞錯 不要以為廈門和信德很近 英國和信德很遠 所以就不Friend 千萬不要搞錯 台灣早期的漢人移民事 你也看到的 最出名的幾次 三次大型蟹鬥 那些是死幾萬人的 就是泉州、漳州 大哥說全部是敏南人 這些是 只是一個泉州一個漳州 都鬥到死 死傷就這麼值 所以其實以前的中國人 有的是鄉土主義 原鄉主義 而不是外國 然後 也是為什麼 早期的廣東移民 我們去金山做豬仔那些阿伯 就是三凡市那批 或者波士頓那批廣東人 台山人 他們稱自己做什麼人呢 他們老一輩一定不是叫自己做中國人 以前那些 叫自己唐人 唐人和中國人的概念 其實是不同的 其實是有點不同的 唐人就像剛才我剛才說的 有些文化的概念 當時根本對什麼叫中國 那個概念是很模糊的 中國那個概念的出現 其實是中華民國 辛亥革命前後的事 而這件事的出現 就真的帶動了 剛才你說的那種 民族主義 愛國主義 那些東西就開始來了 但即使那東西一來了 那個影響都很難說 因為真的有很多在殖民地大人 譬如說新加坡人 他們始終不是那麼 外上中北方的那個 他從未見過摸過的那個國家 但他又有一種中華文化上面的依戀 甚至是依戀也很少 他可能中文都不懂得說 但他在當地新加坡有太多那種 不懂得說中文 但堅持自己叫Chinese的人 他是說英文的 那他Chinese在哪裡呢 你就會問了 他為什麼要說自己是Chinese呢 是因為在新加坡那個社會裡面 他要相對於馬來人 印度人 英國人 找到自己的group identity的時候 在一個這麼具體的情況下 要說自己是什麼人 就強調我們Chinese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這裡又透視一件事 就是所有的身份認同 都是一種具體處境下的產物 而不是一個這麼先天的 很歷史決定了的在前面的一件事 所以 當我們說Chinese是什麼 華人的時候 我經常都很小心 我盡量用華人 這個字眼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剛才貴先生也提到 藏人的情況 也是很有趣的 大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下面 大家都會說西藏是中國神聖 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 一定是怎樣怎樣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即使是中國的官方媒體 在講到海外 現在有一群達賴支持者 在罵事 在示威什麼都好 你留意一下 人民日報都對他們的叫法是什麼 海外藏人 為什麼你不叫他們海外華人 如果他們是中國人的話 海外為人 維吾爾人 大家都是中華民族 都是中國人來的 那為什麼 一去到某些情況 我們就叫海外藏人 所以你看到 一去到海外 那些東西就變了 一去到海外 只有漢人叫做海外華人 海外的維吾爾人 和西藏人 就叫做海外藏人 或者海外為人 所以有很多這些意識形態的盲點 是去到邊緣地大的時候 就爆出來了 就暴露到 很敏感看到 所以 我用華人這個字眼 我甚至覺得 不是很好用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但是 我會覺得好過講中國人 不是因為我否認自己是中國人 不是因為我不愛中國 而是因為這個字眼 在描述一種客觀現象的時候 不是不夠完整 不夠力 不夠客觀 然後 說回來 說回來 現在在香港 我們剛才描述的狀況 就是 為什麼 香港變得這麼有趣 大家都覺得 沒什麼需要解析 大家都覺得 應該保持 就是我們說的 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 這種制度 這種情況 應該繼續保持著 而且保持久 越來越好 是什麼原因 大家看完這兩本Strip 會不會都找到一些線索 來思考這個問題 大家怎麼看 是 麥理浩的成功 他已經講到明 現在很簡單的答案就是 麥理浩的成功 他講到明 他要保證的狀況 將會在各方面均休於中國 當然 當然 現在的中國 我們大家知道 現在的中國 是什麼狀況 但是 你如果這樣說 因為我想 你看到 呂大陸的本書 呂大陸 就會提到 就是說 他特別 我覺得這本書裡面 此塵相識 七十年代 我覺得最精彩的那篇 就是分析物理浩時代 那篇論文 這本書 呂大陸 其實都是一個 他的文集來的 不過就比較 有個主題 那個主題就是七十年代 他對七十年代 特別關注 固然是因為 他是七十年代成長的人 這是其中 有親身很深厚體驗的人 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因為 呂大陸會覺得 七十年代 發生了一些很劇烈的轉變 轉變其實 是香港一班 社會學家 政治學家的研究下 今天社會 大家都慢慢接受到 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 香港人 這個身份認同 或者香港意識 它的起源 大概是在七十年代 當然很多人說 六七暴動 是一個契機 但是六七到七零之間 還是一個很灰暗的情況下 就是說這個身份意識 香港人這個身份意識 正式的提出 是七十年代開始 那麼七十年代 是一個什麼時代呢 而今天大家說 殖民地好 就是剛才我們有朋友 都提到 現在很多年輕人 也有講英旗 就是說 或者為什麼我們想 香港五十年不變 保持殖民狀態呢 是因為大家覺得 殖民地很棒 殖民地很棒 這種想法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都是從七十年代來的 而七十年代究竟發生什麼事 首先 在這本書裡面 他做一個很清晰的界分 他說七十年代的這個說法 其實很欠糊 他說的不僅是 一九七零到一九七九 那麼簡單 那十年 一個年份 一個年份 學上面十年 而是要從一個事件上面 去做一些規劃 那麼他就提出七四年 七四年 七四年就是 一般都不記得了 其實蕭委會當年是很重要的機構來的 其實還有幾個機構 七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都很重要 跟香港民生關係很重 但是現在有時候都被忽略了 比如加計會 有回差不多年紀的朋友都記得 當年加計會的廣告 加計會的運動其實很重要 還有以前的市政局 講過清潔香港 各方面 這些是很重要的事來的 說回70年代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事 就是剛才你說的 麥理浩時代 麥理浩時代 今天已經被人當成一個神話 就是覺得很棒 就是麥理浩 好東西 令到香港變成一個很好的地方 而這個說法 呂大陸在這裡提出了一個分析 就是說 其實並不是因為麥理浩好人 也不是麥理浩下面的那些香港官員 就是真的想搞好香港 而是出於一個 他作為一個外交官 出於對於英國的 一個基本的利益的考慮 而且他不僅不太正 還要是 其實英國政府 受於當年工黨政府的壓力 和英國工會的壓力 本來在香港 他們想推行的社會政治改革 是更加大膽的 但麥理浩不願意 麥理浩是阻止在香港進行更加深化 更加廣泛的社會政治的改革 所以麥理浩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好 即使是這樣 麥理浩都成就了一個 今天大家覺得很好的一個香港的基礎 就是稍為比較連結一點 總統諸如此類 這件事情大家覺得很好 不願意放棄 於是就出現了剛才你說的那種 麥理浩很早就在這裡計算 就是希望將來 在要和中國談判的時候 多一些本錢 要爭取多一些利益 就要令到香港人 是proud of to be 香港人 令到他們覺得自己和大陸有分別 和中國有分別 好了 但是我又想問 這一種身份儀式 香港人又優越過大陸人 又在殖民地之中 得到了一些很特別的好處 這一種身份儀式 是一種什麼身份儀式呢 他 為什麼在後來中英談判的過程裡面 中方 都不想去碰到這個問題 中方沒有挑戰到這件事情 而甚至乎是 雖然處處在基本法 草委會裡面的討論的時候 雖然整天都不想 令香港政治制度走得太快 很多方面 希望維持一些緊箍 某些法律 希望維持原來的狀態 比如公安條例 但是 為什麼當時中國政府 不願意去直接觸碰 香港人的 剛才這種 以殖民地經驗為自豪的 這種意識呢 然後香港人 以殖民經驗為自豪的這種意識 真正的內涵又是什麼呢 他自己 他自豪的 我們很棒 我們好過大陸 這個身份是一種什麼身份呢 我經常形容 今天我們香港人都有的 經常覺得我們 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 大陸人真是野蠻 老套了 不理貌不文明了 我們香港人多好 文明秩序 我們經常會舉很多例子 我見過很多的網上 Facebook裡面 大家經常傳 最好就是傳大陸遊客 有些照片傳很多次 在地鐵裡遊客 大家就說 你看這些就是 人和狗的分別 那 OK 如果香港人和大陸人分別 就是 大陸人是一群 會在地鐵裡 或者街上遊客人 香港人不會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香港是不是一群 訓練得比較好一點的狗 我們不會在地上 我們是固定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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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覺得很驕傲 我真的驕傲 我只會看準偉領安 我不會周圍 究竟有多驕傲 現在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香港人 為什麼香港人 引以自豪的事情 用我剛才的說法 可能有點過分 但是你一拆穿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歷史其實很短 大家看 呂大哥這本書 都很清楚 年輕朋友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 好像我們這些 都一定記得很清楚 七十年代在香港 還是一個周圍 坐巴士 坐的士 要打尖的地方 打尖的地方 打尖的地方 香港也不是有秩序 但這些是很typical 香港人 就去九龍人的歧視 我告訴你 香港也不是真的很多 香港你試試下雨 灣仔在這裏 那時候等的士 是呀 一路前面 就是你在這裏等著 後面的人 就在你前面 然後大家鬥走 最終走到目的地 不用坐車 真的 然後 然後 香港那時候 乘搭升降機 哪有什麼左行有棋 這些是 地鐵慢慢發明出來的規矩 香港人 以前 貪污的情況 在香港多嚴重 大家都心中有數 不只是警察貪污 消防員也貪污 有水就放水 以前香港的公務員 官 大家去入境處 那時候還沒有叫入境處 那時候叫什麼 人民入境事務處 哇 去辦個證 那些 牛公 那些 那些 那些官 那些樣子 在上面高高在上 看下來的樣子 跟現在我們批評 那些幹部有幾大分別 就是 現在我們珍視的 香港的好東西 其實在 現實中存在 不超過二十多年 不超過三十年 大膽一點說 而這些東西我們都覺得很好 但是這些很好的東西 只不過是一個 懂得在固定位置安調的狗 和不懂得 就是這麼簡單 或者是一個所謂 羅永生的 這裡可以跳回來看羅永生 羅永生就會強調香港人 自豪於和大陸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他都提到陳冠宗的 他提到號外的 他說當時號外雜誌高舉城市意識 就是說我們城市是好東西來的 我們文明 我們自由 我們開放 我們多元 但是你說了大陣 你說的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是城市的好處 而不是香港的好處 請留意 你說的是 城市 或者某種制度的優越性 而不是香港社群本身的基礎 是什麼的優越性 所以這就是問題 你香港人以為傲的那個自立精神 究竟是什麼 如果只是文明秩序 那麼 你的區別只可以建立在 你見到的少數的大陸遊客身上 你去到台灣 香港人有沒有文明過台灣呢 你可不可以說 我們香港人的精神就是文明了 那你又怎麼解釋 我經常在外面旅遊的時候 見到那些香港團 其實是吵到大陸團 大家出去旅遊都見過 在外面見到我們的師奶團 我們的叔叔團 譬如說去到威尼斯 他們就會站在一些橋上 嘩!水這麼醜 什麼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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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有多棒 你有多文明 所以 所有文明的對立 只建立在很小的 所謂大陸遊的 sample上 然後你會說自己的 好 然後我們又說回 你說 香港是 很多理由 我見過了什麼 香港人為什麼這麼特別 還有英文好 我昨天也在另一個場合說過 香港英文究竟有多好呢? 馬來西亞 新加坡都出過很多很好的英語作家 香港來來去 五隻手指都給你數了 大部分人其實五個都數不出 英文有多好呢? 然後你說我們喜歡自由 自由精神 但是我們的自由又是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的自由呢? 是怎樣的自由呢? 還是好像羅英生在其他文章提到的一種虛擬自由主義呢? 好了 當你說完之後 我們就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一直依賴這幾年本土運動強調我們自己很特別 我們跟別人很不同 那些東西 其實不太是東西 然後 就算 譬如說 陳雲他會強調 因為我們保留了中華文化的精髓 那麼這個中華文化的精髓呢? 經過一些分析 譬如羅英生這本書裡面的分析 就看到 其實他是一個殖民統治的一部分 由於他是殖民統治 羅英生未來得及 這本書處 但是他另一本書 是英文的 就叫做 The colonial makings of Hong Kong Chinese 在這本書裡面 他就講得更清楚 就是那一種的殖民統治 如何刻意塑造出某一種 有偏頗的 中華文化身份出來 這件事 現在我們就會拿著他 就覺得這件事就叫做香港的中國文化 好東西了 但是那個中國文化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 現在本土派的部分 論者所說的 就是所謂的中華正統 還是一種經過篩選的 有利於殖民統治的 或者在 獨特的正民狀態下 被塑造出來的一種東西 譬如我們說的香港的勇武精神 勇武是什麼呢? 其實因為香港人以前喜歡打功夫 60年代香港打塞里佛的人有40萬人 但是這個打功夫的傳統 其實 是因為香港是一個碼頭社會 是一個地盤社會 香港幾乎 七成的黑社會 都是從碼頭出來的 譬如以前大達地 這裏下來 其實14K就是這裏來的 大達地一路下來這一堆 就是14K 新義安就是對面的 九龍的碼頭 這是碼頭文化 然後有武館 成行成事 這些全部聯繫在一起 這班人就一定要打的 那這種勇武精神 是不是中華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還是怎樣呢 又或者我們說香港人用文言文的情況 其實都比其他地方多的 就是以前 這個我也同意 但是這個文言文 我們在很多的研究裡面都看到 在金文泰 做港督的時候 刻意塑造一些東西 如果一些東西 都是這個詳細情況 不說了 最明顯我們現在看回香港大學 你就看到那種殖文痕跡 港大的中文系 其實就是等於西方大學的漢學 如果你在港大讀書你就知道了 你讀中國歷史 你想研究宋史 你去哪裡讀 你是不是去歷史系讀 不是 你是去中文系 為什麼讀 歷史都會去中文系 因為他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個 英國大學的 Chinese Studies 在一個殖民 這些就是殖民大學的體制下面 去看什麼叫做中國 而 他最早的時候做了一班前清的 遺老一些漢臨在這裡教中文 直到許地山來 才改變了港大中文系的傳統 這些廢話 真的說得太遠了 不說了 我們回到這裏 現在羅英申 又回到羅英申這本書 《殖民無間道》 他就嘗試去解釋 香港 賴以自立的精神 那種優越感 是什麼呢 他在裏面有一篇文章就提到 就是所謂的城市 就是香港人有一種很強烈的城市認同感 但是這個城市認同感 就是對立於一個鄉村 就是當大家都覺得大陸還是很鄉下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真的是鄉下了 這個真的是鄉村了 所以我們城市和鄉下仔是不同的 鄉下仔的代表就是阿燦 你哪裡鄉下出來的 鄉下出來就是老鬼土了 我們城市人有光鮮 好了 但這個問題就出現在 萬一 大陸出現了很多城市 還五光十色過你 難保有一天 我們遇到很多大陸的遊客 他還聞名過傳說中的香港人 絲絲聞聞音聲世氣 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怎麼算好呢 如果有一天我們遇到上海人 北京人 甚至乎 長沙人 都 去廁所安尿了 又都斯文了 又都排隊了 還規規矩矩矩整整齊齊 有教養過來的時候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所以我覺得羅興生裡面 這個文章很有趣 他提出了 他也是沒有具體提到 剛才我說的問題 城村對比下面的城市意識 是不是一個可靠的 城市政治或者城邦政治的基礎呢 恐怕未必是的 我們又可以回頭了 再說回 我剛才說70年代的殖民地 做了一些好事 那是一種怎樣的情況 我想大家看過兩本書之後 對於 殖民經驗裡面 香港人的生活狀態 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兩本書都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香港人怎麼看殖民地 剛才我們牽涉一樣 香港人在97之後覺得殖民地都不錯 都挺正 今天更加大家覺得正 因為剛才那位先生也提到 我們失去了一些東西 今天覺得以前那些好東西 現在不見了 似乎以前真的挺好的 但是70年代的人 80年代的人 是不是真的覺得 挺好的 我們 對殖民經驗的感受 似乎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大家看完這兩本書 裡面都牽涉到 對於當時的殖民統治的感受經驗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回應 或者一些分析 會覺得 其實不是好像 女大陸的羅惠生所說的 會不會這樣 我想說回 因為我看了一些 香港的警署的歷史 在六七十年代 那時候 香港是治安很亂的 然後就有一群三東人 來了香港 因為那時候六十年代 大陸是 身免自然 就是沒有東西吃 然後 我查到 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印大華 他的弟弟現在是警司 他 退了休 但是他也是三東人 他老爸 就是六十年代 又群了那一群人 來到香港 我想說 香港人 九十年代 拍了很多電影 雷樂譚長 就是 羅德華拍的那些 雷樂 我覺得香港人 很頂雷樂 那時候的警署 其實我想說 香港的治安 那個制度的 定立 其實是源於 有一群這樣的人 過了來 那時候是沒有東西吃 一定 賣豬仔的賣到香港 那群山東人 我想說 如果是殖民的話 香港是不是 對於大陸 其實 是不是又在 殖民 因為很多人是 大陸過來 接著 幫助到香港 做到很多東西 你怎麼看 對於大陸 你是不是有 你前面的 我是1954年出生 我經過 呂大陸的那個年代 可能我比她還大一點 我退休 比她還大一點 那場相識的七十年代 是我經過的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的人 聽很多故事 其實 因為他們 老一輩的那些 經過打仗 他們跟我們說打仗 說日本人 我有一個同事 簡直是說 她當年經過維多利亞公園的時候 見到很多屍體 那些大腿 是無助忽育的 是人肉叉燒包 是他們見過的 所以那個年代的人 就跟這位小姐 聽說 大陸的人來香港 幫香港 那個 她以為的事實 就未必完全一樣 因為 如果我覺得 六十年代 在大陸下來做警察的人 未必是那麼多 反而可能 在更前 或者是49年之前 那時候英國殖民地 在山東引來 好像 梁振英的老爸 那一批 就更多 即是說 那四大探長 我們是不是很支持她 簡直是不是 我們是討厭他們的 我一個同學小學 畢業就做了警察 我們一班人一起 他搭車 對著司機 說 伙計 叫我們一班人上車 叫我們不用付錢 我們個個臉都紅了 那個年代 是74年前 1975年的時候 或者 第一代的 廉政 基達爵士 來我們學校 就叫人 加入廉政公署 就說 我們是貪污一元 都等於人家貪污很多 都是很大問題 因為都是貪污 那個時候才開始 香港的廉政 走出來 我們經過的人 和別人想養中的人 似乎不是 我那個年代 小時候 六七暴動的 那些人 我媽 我家人全部都是 從大陸下來的 其實 我是 第二代香港人 在香港出生 這個意思 我們如果在香港出生 因為我們在香港出生 我們沒有回鄉 或者很少回鄉 我這一代 其實我們當自己是香港人 沒有說多少年才當自己是香港人 因為我們都沒有經過打仗 我們就是香港出生 因為那時候 小學的時候 我們是會寫直觀 是從哪裏來的 都還是 現在就沒有了 但是問題就是 每一個香港人 其實他的背景不同 他聽的東西不同 和他讀的書不同 於是有一群很愛國的 簡直是左派 要回大陸 要回大陸建設 很不幸 有一群回大陸建設 那群可能很悲慘地回到香港 都還沒有 有一群就好像我們沒有離開過香港 看著香港 看到有些人 或者看到香港 曾經有的經濟奇蹟 全香港 全世界都知道 一個地方叫香港 直到曾蔭權 就激死了 Freyman Freyman 因為香港 自由經濟 於是 全世界都看著 曾蔭權 再不看自由經濟 於是激死他 當然啦 不是激死他的 只不過剛剛 差不多的時候 他死了 問題就是 我們是經過 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這幾個年代的人 一部分如果他家裡有錢 當然是覺得可能好 但我們窮的那群都不覺得自己窮 因為個個都這麼窮 我們住屋 屋區大 然後就住那些 洗字區 一家八口一張床 我去過一個同學家 他當時的板間房 黑 咪咪的 因為 現在的 劏房 那時候叫做板板房 他的屋是黑的 就下街才看到光 是沒有窗的 但是我們沒有屋區的那些 反而更好的 因為我們看到窗 自己可以種花 但是我們那時候最怕的就是火燭 五三年火燭之後 或者五二火燭之後 有些洗字區 於是我們逐漸 住洗字區 當時的洗字區 45元租 是一家可以八口 至十口 我家裡最多的時候 大概二百呎的地方 可以住十個人 那時候的所謂一家八口一張床 可能不是一張床 上下隔床 樓架床的廳 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香港 如果是繼續窮的話 你都不會很懷念香港 但是有一班人可能 小學畢業 又做了老闆 又發了蛋 身家又過了千萬 他們又會懷念 但是有一班人就不知道 他們以為很多人 每個都是李嘉誠 那時候好啊 我們可以做李嘉誠 可以發達 當然 任何時候 都有人發達 但是 可以發達的人 不是那麼多 真的 懷念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人 我相信 都未必是那麼多 可能他們那時候的心態 就像現在大陸的人的心態 我們的明天是會更好 我們現在不是最好 我們是會更好 那個心態 但是我們現在 那些人的懷念 就是我們當時有個經濟奇蹟 我們出外說話大聲一點 於是去旅行 說話大聲一點 我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那時候 同班朋友去旅行 很多人都未搭過飛機 但是現在那些人 就搭空中巴士 那個情況不同 但是問題 就是我們需要 搭空中巴士 經常搭飛機 去到別處吵 然後被別人說我們吵 那個叫香港人 就是未必 那些人 然後前面那位小姐 然後到那位小姐 謝謝 其實呢 說回剛才那個問題 我覺得 這一本書 將你當成一個神棍 一個神話時代的神棍 但是我們剛才分析了 它背後是有一個 為了中英談判的居心 那我是 我中學時代 在中國內地讀的 那我讀 U就過來香港 那麼 認識多了人 就會覺得開始奇怪 當年中學 可以過來香港讀書生活 哇真是 不要說我一個開心 整班同學都讓我開心 之後我過來讀U 我就開始 慢慢去看這件事 到我 大四那一年 我就回去 我就拿了那一年 回來內地 走了一圈 也都去了倫敦 走了一圈 那我就在這裏想 再看這本書 我便想 七十年代的香港 那麼令我們羨慕 亦都那麼令香港人自豪 直到九七之後 大家都那麼掛念它 連中方都不會去挑戰這件事 那 因為確實七十年代的 中國是一個 實在是一個 太太太太太 太艱難的國家 人生活都很艱難 基本上我覺得 那時候沒有哪件事是不艱難的 那大家有沒有去看一看 到了今時今日的香港 今時今日的中國內地 以及今時今日的倫敦呢 那我去看過 其實我會發覺 那個 那個差別 甚至已經 已經開始是 有一個反向的差別 我去到 我去中國內地 即是我跟一班香港人 去中國內地 很奇怪 我覺得真的是中國人的劣根性 當我的未必是香港人 但大部份是講國語的人士 那我去到倫敦 去到倫敦 我又會覺得 英國人 對香港人的態度 反而不如他們對中國內地人的態度 其實我覺得 香港人對著大陸遊客 已經開始精神分裂了 已經開始精神分裂了 所有銷售朋友 上班的時候 和下班的時候 對著中國人的態度 當然就是可以去 做便面的 所以 那究竟我們的 為什麼不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然後再回來討論我們 現在所生活的地方呢 當然70年代 是一個很美好的年代 因為 對比起其他地方 香港是很美好的 今時今日對比起其他地方 香港是否仍然很美好的呢 我覺得 未必 所以 我會希望 在座或者香港人 都會去看一看 就不會生活得那麼辛苦 當你在香港對著大陸遊客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那麼痛苦 是的 好了 等一下 剛才還有那位小姐 才是那位小姐 大家好 我剛才聽過 她說到一個態度的問題 香港人對大陸人的一個態度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態度其實是由 香港人對自己的一個身份定位 來決定的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是優於大陸人的話 你對他的態度肯定不會很好 除非你是服務行業的 但是 你為什麼會優於大陸人呢 剛才大家都有提到這個問題 尤其是對廣東人 香港人怎麼看其他廣東人呢 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我想提到一部電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應該是六十年代的 叫做南北和 那時候呢 他就是講一個 香港地 很多 北方的外省的朋友來到 很奇怪的就是 在這部電影裏面 沒有香港人這三個字的 所有人都自稱自己是廣東人 都沒有北方人這三個字 所有外地人都自稱叫外江佬 或者是外省人 真是可以證實到 其實香港人這個身份意識 應該是七十年代才出來的 那 為什麼有了香港人這個身份意識之後 他會覺得自己優於大陸人呢 那 是不是因為不夠文明呢 我覺得不是的 之前在Facebook和微博有傳過的視頻 就是說 有個大陸的小朋友在地鐵上吃東西 然後就有個香港的 阿姨在罵他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有另一個網友上傳一段視頻 就是一個 外國的 八種人的小朋友 都在地鐵上 渣渣吃東西 沒有人罵他 那這兩段視頻 同樣的行為 為什麼香港人對待他的態度 差那麼遠呢 那是不是本身行為這件事決定的呢 我覺得不是 還是身份定位這件事決定的 再說到如果是文明的話 那如果跟台北比呢 因為我去過台大交流那一年 我會發覺 台北人和香港人區別最大在哪裡呢 我覺得他們很謙虛 香港人 沒有這份謙虛 沒有這份謙虛反面就是 他有一份驕傲 那這份驕傲又是什麼呢 我還是不明白 如果從政治或者經濟 那麼大角度來說 可能我體會不了 因為我還有一個大學生 如果從生活層面來看的話 那我很多朋友 因為我是深圳人 如果他們要出國的話 他們都是要來香港搭飛機 如果他們喜歡買東西的話 他們都是喜歡來香港 最基本的生活層面 你說殖民為什麼要50年不變呢 可能是這些東西 還有價值 我覺得 其他那些可能我們真的體會不到 離我們太遠 那這件事 我覺得 又可以用交通樞樓 這件事來形容香港 或者是用貿易中轉站 這個 這個定位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那麼 但是又很奇怪的就是 之前有見 就是奶粉限久 就很明顯 看得出香港人 其實是 不認同這個 這個定位的 他不覺得自己是一個 貿易中轉站 或者是怎樣 他不會想到 怎樣可以 將這件事 化成一個更大的商機 可能是由於政策的原因 還有他們 之前 有出過一個 黃色的一幅畫 大家有沒有印象 即是說大陸的遊客 是黃蟲之類的 這幅畫 是 廣告 是 那 深圳 就出了一幅叫做 深圳歡迎你 都是一模一樣的 會覺得 深圳和香港很近 有時候我覺得深圳 真的受到香港很大的影響 或者可以說是被香港殖民 但是深圳人 對於香港人來說 其實都是多了一份謙虛 所以我就很想 問一下你的看法是怎樣 香港人的這份驕傲 其實就剛才好像我們 講的那本書 羅永生裡面 講的那種成績 成鄉對比的 驕傲 跟那個有關 我們先看完 那位先生 是 是的 梁老師你好 我叫Leo 我是一個 本土本身本丈的香港人 是80後的青年 是 那我就覺得 大家可能講漏了一件事 就是大家香港人都經歷過1989年6月4號 這個日子 就是天安門事件 自從天安門事件之後 我覺得 對整個中國包括香港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我覺得香港人的驕傲 是源自我們有言論自由 有 怎麼說呢 我覺得 大陸現在很多東西都 造假 比如說有毒奶粉 有地溝油 有毒的地溝油 搞到 搞到大陸人來香港去買奶粉 嗯 亦都 我覺得 香港人最自豪的地方就是 有言論自由 還有 有法治精神 你可以這樣說 這樣來講 我覺得 英國人 英國人 文童 就是那時候去殖民香港的時候 亦都有很多福利 而大陸也是沒有的 那我都覺得 這件事是 很重要 嗯 就是這樣 OK 謝謝 然後那位小姐 可以用普通話嗎 我剛剛聽了幾位的這個發言 我個人 因為我是內地人嘛 我也有看一些關於香港 從六七十年代的電影到現在的電影都會來看 包括一些文化 以及在內地六七十年代這幾十年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個人覺得 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區別 其實它是體現在 幾十年的教育體制之下的 以及它的生活生存環境 包括它的這個社會制度方面的 因為 我很早人跟我說香港人是有排外心理的 說他們對內地人怎麼怎麼樣 或者說你到香港來購物 他們可能會來宰內地人 但事實上我來的這一次的話 我自己感受其實不是特別的明顯 還有一點就是 我覺得這種排外心理 包括這種同鄉心理 我們去到一些城市 比如說 我是一個江西人 我去到北京 或者我去到上海 我都會有這種事情來發生的 這種同鄉心理 並非是在香港 在內地的一些大城市 哪怕你是二線三線的城市 你去到大城市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而這個事情呢 它其實最主要的就是像 梁先生剛剛所說的 就是這種 原鄉主義 地方保護主義 或者是地方優越感 而造成的 那兩邊的各種的教育體制 我覺得還是要來說一下 因為我們在各種的教育體制之下 培育出來的這種靈魂 包括各種教育體制 培育出來的年輕人 他們的思維方式 包括他們的適應社會的這種方式 其實也都不是太一樣的 包括我身邊坐的這位小姐 剛剛發言的這幾位 我想我們都是大概是80後的年輕人 大家知道這段歷史的話 其實自己都沒有感受過 但是事實上 比如說我的父親 他是一個50後 他對於內地的一些史 他算是比較了解的 所以我對比一下 我會發現香港人的這種 可能大家所謂的這種什麼殖民的心理 或者是說是覺得 港英政府這個殖民時代 是一個好時代的這種心理 其實他其實就是這種 在各種的社會體制 以及教育體制的這種培育之下 所展現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形態 如果我們轉換一下思維來想的話 如果香港從六七十年代開始 就是由中國政府來執政 來掌管的話 那這些情況那又會怎麼樣呢 或者是說我們再轉換一個思維 我們把香港的這種類似於 你們說的這種殖民體制 或者是各種這種先進的體制 我們換到內地的一個城市 比如說上海 比如說長沙 比如說北京等等 我們來互換一下思維看 是不是也會呈現這樣的一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心理 會不會讓北京人或者上海人 成為現在大家眼中的香港人 我先打斷一下先了 回頭剛才我們說 有幾個問題我們需要澄清 第一就是山東警察來香港 山東人被招募來香港做警察 其實並不是六十年代的罪性 可能有很少而已 可能有的話都是 主要是四九年前 是因為當時香港警察不夠 香港殖民地最早開始做警察的 就是大家所說的阿差 阿差阿差 阿差為什麼叫阿差呢 是因為他們來香港就是當警察的 所以香港人就叫他們阿差阿差 是這樣叫出來的 就是南亞裔人 主要是石刻教徒 而這幫人是因為當年英國殖民地 英國殖民地的做法從來都是這樣 英國管理殖民地的時候 首先幫他去一個新殖民地維持秩序 做警察也好 做軍人也好 他一定是拼請之前他已經有的殖民地上的人 所謂以而制而 還有他可以這樣才可以 因為英國人數不是那麼多 但是這個日不落帝國 在全球五大洲擁有這麼廣大的殖民地 他其實出外的英國人是不夠用的 他必須用大量的外地人來幫他統治這個運作這個帝國 所以最早在香港當警察的就是阿差 然後後來當兵的就是Gergar 大家應該都還有印象的Gergar兵 然後後來真是華人報徵了 而當早期的香港的印度人、南亞、裔人、巴加斯、孟加拉人 和華人之間的衝突其實是很劇烈的 所以到後來慢慢慢慢的他就開始找回華警了 華警呢 早期的其中一個來源就是來自山東 威海 因為大家都不記得了 英國在中國其實曾經有兩個殖民地 除了香港之外還有威海 威海只有五十年 但是又嚴格說又不叫殖民地 因為他是租借的 即是五十年 所以你看到威海其實保留了一些東西 你看到呂大陸這本書裡面說 香港舊中環很多賊了不見了的東西 有某些建築特色 跟現在威海還有一兩座 你看到那些簡直是一模一樣 因為那些是同一個織 同一個織畫出去 好了 然後再說回來 究竟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的身份出現沒有 當然沒有 因為直到七十年代 香港人身份 大家現在包括呂大陸說 他經常說七十年代 開始有香港人身份 香港人身份都不是很穩陣 不是那麼穩定 所以不穩定的意思是包括什麼呢 包括很多人沒有辦法判斷他叫不叫香港人 或者怎麼樣 不只是難不和 譬如說到八十年代的時候 甚至到九十年代的時候 譬如說周新生 金行啊 現在大家買了這個周新生 周新生以前叫做什麼呢 他的全名 他不是叫周新生 他後來改名的 他改了一個註冊名 他最早的註冊名叫什麼呢 叫做粵港澳站周新生 大家有沒有印象啊 現在還在 都還在 但是他的註冊名已經轉了 你已經 拿了 那這個粵港澳站是什麼意思呢 粵港澳站或者省港澳這個概念 是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頭都更流行的 這個概念其實就是表達著 我們香港人有很多人對這個地域的認同 就是廣府認同 是很強烈的 所謂廣府認同是什麼呢 就是講廣府話的區域 而講廣府話的區域最核心的就是 朱三國 朱三國剛剛好就是廣州 澳門 香港 這樣三個戰端 中間構成這一大片 香港人對這件事 即是去到八十年代 對這個身份 這個區域的認同 還是很強的 而慢慢脫離廣東 開始覺得自己是香港和廣東有分別 其實真的差不多去到八十年代才很明確地確立 即七十年代的時候這件事都沒有確立 但是什麼叫廣府話呢 又很有趣了 廣府話究竟怎樣的話才叫廣府話呢 才叫正宗呢 今天我們一聽口音 大約聽得出這個是不是香港人 還是廣州人 我們很多時候大家都會下意識地覺得 香港人講的香港話好像高級一點 但是其實在七十年代前不是的 在七十年代前 你看香港講廣東話 是很多樣化的 現在我推薦大家看回 亞視最好看的頻道就是 歲月流星台 歲月流星台 你看回那些七十年代美八十年代的電視劇 你留意一下那些演員講的話 或者在產片裏面 很多鄉下話的 或者鄉下口音 所謂鄉下音就是豬三國各地的口音 我們看黃秋生做的那套業文 他學那些佛山話 其實我小時候一街都還有很多人講的 那種佛山話我很熟悉的 聽到很多人講的 是慢慢消失的 變成現在所謂的 一般人聽的香港話 而以前那時候 就算講廣東話 大家都會覺得你講廣州音 廣州音咬字比較薄一點 發音斯文一點 是民雅一點的 那些是省城的 口音是純正一點的 是覺得香港這種比較 香港的廣東話 現在港版廣東話 比較濃厚一點的 重一點的 軸一點的 這種音 開始有一個凌駕地位 其實都是八十年代之後才很清晰的 然後我們又再講回 所以那時候 你說香港人有沒有可能很歧視外地人 其實不是 不是那麼歧視 就算是外光佬 香港人都不是認真歧視 譬如上海人 你知道香港人的 廣東 基本上不是香港人 是廣東人 廣東人覺得所有 嶺北以上的地方 就全部都叫外光了 江西都是外光人 福建有外光佬 有些更離譜的 是不是都叫上海佬 湖南人 上海生氣 生氣 以前人都這樣叫 我們吃飯也是 那些外省菜 一定要叫京穿湖 其實很離譜 打在一起 但這種廣東為主的認同感 都並不是很排斥外地人 並不是 因為尤其是49年之後 香港的外省人相當多 那時候 都一直是很OK的 整個這麼窄的想法 是很後期的形成 這個學期形成的想法裡面 就牽涉了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Leo提到 是因為 會不會是89年之後 有一個變化呢 8964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轉捩點來的 但是這兩本書 都沒有重點在討論 羅永生另一本 英文書就說 好了 但是 講到言論自由 又需要考慮一件事 就是這兩本書 也沒有提到的一點就是 因為這不是他們 他們關切的範圍 因為這些是普通的歷史常識 其實香港的所謂言論自由 今天香港人經常說 我們的核心價值 這些核心價值 只是核心做了不久 就是 五幾年 這樣出生 我們家裡 在香港的五代 我是第四代 我也算是 土生土長香港人 到我為止是第四代 我认识的人之中也没有什么人像我们家族那样,是四五代五代在香港的香港人 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听回小时候,英国老黑人真到不得了 大家觉得,尤其是我记得那时候保卫天星码头的时候,其实老人家很不努力 对他们来说,那是屈辱的记忆,不是什么浪漫的集体回忆,因为那时候坐船过海,分头等二等 有时候,头等全部都是那些鬼佬坐在前面,那些唐人不是坐在二等 楼上楼下,后来才慢慢华人的经济地位上升,然后坐巴士 巴士坐在九巴里面,其实渣奇那些也是很多鬼佬来的,很欺负本地人 他们是怕什么呢?反而是有些外光人,真的有些人49年来香港的外省人是什么呢? 那些叫做缅甸兵,缅甸兵是什么人呢?就是现在大陆的朋友很熟悉的 当年的抗日远征军,打去缅甸那批新一军 有一批人就来了香港的,那批人来香港做什么呢?很有趣的 很多人去了做产泥车,香港不是填海的?做产泥车,做收车师傅 因为那帮人是很厉害的,那帮缅甸兵 就可以找些东西敲一下一个车,就知道那批车出什么事了 因为他们以前是从丛林弄车的,没有驾山都可以 又有些技术,开车技术一流的 普通英国人,本地人,开车倒泥头下海是很困难的 但是他们可以一条人移车,车车车车到海边 然后他们自己设计一些装置,一嵌起那些泥头下去 两条就搞定了,很厉害 其实差点这辆车就会掉下海的,那就是缅甸兵 缅甸兵是随身带着工具,随时预备走路 是随时露宿街头的,他们那些打仗过来要走难 不知道下一站走到哪个人,就是这样 香港当时充满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外省人,各地的人 也都说不定有张震,梁朝伟,张智亦都很难说 都不少这些人,好了,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这帮人会看不起英国人呢? 就是刚才这位小姐说的伦敦 70年代,这篇本书里面提到一个点,很小篇幅提到 他说香港曾经流传过一种民间的说法 就是说香港人是看不起英国佬的 为什么呢?英国佬来香港管我们那批 全部都是,只不过中七毕业 考完A-level就来亚文亚母 就是我们香港被他管那帮华人公务员,华籍公务员 可能是大学不二身 来香港那些都是差一点 呂大陆就说这个说法 究竟是真还是假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种说法的流行 反映出的一种香港人对英国人的态度 这个就是当时香港人对英国人的态度 其实很主流的 在座年纪有回来,朋友都知道 就是,香港人不是那么尊重英国人的 是很不妥的 除非你是既得利益阶层 就是卢永生本书里面说的那种 就是所谓的殖民共谋者 就是你是马会的成员 你是东华三院的人 或者你是香港市局的人 那些可能有些不同了 就是有不同程度的介入殖民统治 如果一般百姓 对英国人的感觉不是那么好 尤其去到七十年代 还有一件很关键的事情 是什么呢?七十年代的时候 英国经济非常之差 去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种差法是不可自信的 如果大家八十年代去过伦敦 今天的伦敦 今天的英国是贫富差距很大 但看上去光纤 八十年代前的英国 是贫富差距没那么大 但看上去很乎 八十年代如果你去伦敦 你价值觉得香港是天堂 不是吧 这个就是首都 这样的样子 真可憐 真可憐 走到垃圾没人收拾 一堆人躺在街上 那时候香港已经捉垃圾蟲了 又棋棋里里 而且香港那时候经济好 所以经济好不是真的好过英国 而是香港因为工业大动四小龙 那时候成长得很快 但英国经济是停滞不前 所以你这样的情况一对比 你就觉得香港还连英国都好过 所以李大哥 这个表书有提到 当时 香港的经济表现比英国好 令到英国的工会不妥 英国工会会觉得 为什么香港经济那么好 就是因为工业发达 为什么工业发达 因为你低工资 那时候英国人用很多东西在香港做的 我们做到打倒了英国的工厂 所以英国工会会不妥当香港 就会觉得你为什么香港工资那么高 然后香港工会里面 真的有一班人觉得我们的工资太低 所以香港的工会 就和英国的工会是合作的 就一起说要提高工资 要提高工资的话 英国的商家是欢迎 香港的商家是反对的 而说物理好时代 物理好时代的困难 很多时候处于这个部分 来自英国的压力 要求香港改善社会福利 就是刚才这里也提到 香港有很多福利 就是想改善这些福利 改那个福利不是因为想对香港人好 而是想你香港收多些税 更加像工党政府那种路线 收多些税 那些税抽多些之后 由社会福利改善 由你的劳动力成本会上升 由你的经济表现 就会说回这些 起码不会令到英国那么惨 被你打到 他的考虑是这样的 而物理好为什么 要想办法 要对抗或者化解了英国这种压力呢 是不是因为他觉得 香港经济应该继续好下去 或者现在很多香港的 一周刊、杨怀康 他们经常说 香港开始全靠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夏顶基那些 那些人 真是 那些自由经济学 很厉害得不得了 有一套很厉害的主意 都不是 是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行政局 行政会议里面 有一半 都是大行的代表 而我 智地 汇丰 这些人最反对的是什么呢 就是抽税 他们是最不想交税的人 而这些人 当时 港督 当然你可说 港督不用听他们怎么 但是 香港的整个统治 是离不开英知的合作的 等于现在离不开华智的合作 那时候你没有办法离开英知合作 而你没有办法离开英知合作的情况下 你必须获得这些人的支持 而这些人的支持里面其中很重要的诉求 就是社会福利改革这个问题上 香港当时和英国冲突最大最大就是这里 因为香港的商界是反对派发社会福利 更多的社会福利 而那种反对 反对到什么地步呢 如果大家看过 李铬飞的回忆录 中士元的回忆录 你就会知道 当年甚至可以去到一个地步 香港是东亚四小龙里面 九年免费教育 最迟实行的地区 最迟 最迟 九年免费教育 最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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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行九年免费教育 你是公帑开支 来的 增加公帑开支 你就要抽税 可能提高税率 而香港的商界反对 从来都是商界反对 所以 香港的社会福利 我们是否真的很好呢 在那个时候 港英国是否真的好益 我们呢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而香港最低工资的实行 其实比大陆更迟 其实 好了 然后 等到 我们又说言论自由 港英时期 言论自由是怎样呢 我告诉你 去到70年代为止 还是这样的 不是现在所谓打压言论自由 那个时候 所谓打压言论自由 很简单 譬如田峰 那样 上来在报馆拉铺 拉人 封铺拉人 但是 我认识一个做印冊的人 他在70年代 60年代 暴动的时候 他帮三份报纸 印报纸 印三份报纸 全部都是左捕 但是这个人 就是一点政治立场都没有的 他纯粹是做生意 他就是为了赚钱 他印报纸 结果呢 他都被捕了 其实他印纸而已 他捕了 判了什么呢 就是一份报纸 他判了三年 所以加上坐九年监 这个就是港映时期的言论自由 如果要说言论自由 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 很多的言论有好处 是很后期才认成的 而这些后期认成的东西 可不可以说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当然可以 多后期都可以说 我们新发展出来 我们现在创造这个价值 不过问题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东西 就是香港最珍视 最重要的 我们经过漫长的抗争 我们可以揮到这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 如果它都是历史中形成的话 为什么在其他社会里面 它不可以在历史中形成呢 例如大陆 如果香港人在70年代的时候 是一帮不排队会打尖的人 会到处吐痰的人 会到处吐痰的人 会到处吐痴的人 会贪污的人 不是那么专重言论自由的人 现在我们是了 那为什么大陆不可以呢 我现在怕的是 我们将某些东西本质化 本质化好像说到 开天辟地以来 香港人就有言论自由了 香港就已经很干净很企理 大陆就是怎么样 不是这样的 因为香港人 这一帮人 一直都是有移民进来的 一直一直都是很多新血液进来 变成这样的 然后 我们的变化是慢慢形成的 所以其他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说明到 为什么它不可以慢慢变成 都慢慢变成这样 我们要考虑的是 那种变化的因素在哪里 那种变化的力量在哪里 而不是将变化的结果固定了 当是一个自由永有的东西 就是这样才叫做历史的 或者critical 具体的看问题 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两本书 很主要的部分 都是为了 要学习这种去看事物的方法 就是将这些东西 还原到历史处境里面 一个一个处境是怎么经过的 好了 刚才我看到还有些朋友 是不是 这位 我用一个七八十年代 我们用香港很 proud of the term made in Hong Kong 我想这个概念 就是 其实有产品 有果子 我们知道有棵树 我当然会很 proud of 就是梁先生 或者是 蔡冬豪 陈冠宗 是香港的产品 但是 某程度上 我们找到你们 台湾的灌溉 可能香港的土壤 完全是香港本土性 台湾 加拿大 蔡冬豪 或者是 陈冠宗在美国那边 灌溉很多都是这方面的 而你们是很自觉性地的 一种本土 而其实 我们真真正正 其实有一个 那不自觉地 那个本土的 香港出来的人 其实可能是 阿叻 那种很熟气的晒命 或者 其实可能更加不觉的是 刘孟雄 虽然他是游水下来 但是他是借来的地方 借来的繁明 是的 他完全是 他的 terms 他用的东西完全不像 香港人 但是他真的有香港精神 投机精神 全部都很符合我们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反省 其实很重要是去看回 这种 我们可能都很羞愧的 劣根性 就是投机性 我们香港人 或者有这种精神 在我们这里当中 一直流传下来 而其中一样 我觉得 其实都是本土的 你们是本土 他们也是很本土 都是来自香港 而 他们 Aleg 或者是刘孟雄 他们有一种 对中心 他们是边缘 但是他们对中心的 一种很绝对的依赖性 就是他们很希望 成为真正的正统 而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往往可能 对所谓 兴起的本土派的 一种警觉性 就是我们很强硬 地想成为正统 而你们 其实来自台湾 或者受过台湾灌溉土壤 加拿大或者美国的影响之下 你们就很自觉地 就反而发现了自己的 香港的精神 而你就很 embrace一种多元 你就不强硬 要将自己成为正统 而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们全部都是 迷连Hong Kong 而其中一样 我想很重要 在现在的气候之下 我们就是去除一种 对中心的那种绝对依赖 或者希望奪权成为正统 是 你刚才说的那种 不想成为正统 或者是边缘的态度 其实就有点像 对我来说 我时时 有另一种语言来讨论这个状况 而我在 旅大陆的本书里 都看到她也很着重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她说香港生活 殖民生活的那种 濫感 濫经验 那种东西对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种冷 我一直觉得是很香港的一种冷 尤其是因为我自己 做文化方面的东西比较多 在台湾大陆 两边都走得很频密 我就特别感觉到 香港人那种冷 比如陈冠宗 后外就是这种冷 那种冷是什么呢 就是你很容易看得出的 写东西 说话 做文化 艺术活动 做宣传做什么都好 台湾大陆的香港人 站在一起 做些事情出来 立即你会看到分别 那分别是什么呢 譬如说台湾人做事 就会 文艺一些 譬如说 他们 喜欢歌手出唱片 或者乐队出唱片 五月天才算 他现在虽然CD很少人买 但台湾人都挺喜欢CD 那CD一定 合肚里面 那本书要很厚的 因为要拍很多照片 然后照片 下面一定有些用手写的字 就是那些歌手 或者作曲的人 我录这首歌的时候 心情是怎么样 他每首歌都有心情的 大哥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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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是怎么样呢 大陆呢 我就会 譬如说 见到很多艺术家 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会 脸不红 气不喘 就告诉他们 我是哪个艺术家 我是做艺术家 我是艺术家 接着会 告诉他们 他参加什么展览 多厉害 做什么事 那香港人是怎么样呢 香港人呢 就是呢 看到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们会笑的 台湾人很多心情 我们会笑 我们觉得很好笑 又遇到大陆 告诉他们 他有艺术家 他有多厉害 我们有笑的 为什么我们笑呢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 那我们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做艺术人 从来不叫自己 做艺术家 我们呢 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在台湾 什么叫做艺术呢 其实我们是 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不会叫自己 做艺术家 我从来不叫自己 作家在香港 我们叫自己做什么 文字工作者 假扮自己 其实是个工作人 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 还有呢 我们从来不喜欢 说一些很大的 很大 很大 我为什么理想 为什么你要 写东西 我从来不会说 我要在文字 有什么探索 文化继承 所以我们最 typical的文人 就是陶杰 就是说 卖马八糧 卖马八糧 那怎么办 你不用赚钱 是吧 就是 这些就是我们最 代表性的文人 是 搞到自己很 熔足 但是就是因为 不想 给自己光淡 不想和任何很伟大的字眼 放在一起 也不想 显露到 很情深缓缓 很温柔 势利 我们是永远 对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一种抽离感 这种抽离感 是无处不在的 吕大律 从另一个角度去说 就是 对于英国的统治 我们又不是那种积极反抗 又不是积极配合 对于所谓的中国认同 都是一样 我们对所有这些大的东西 都有些少少距离感 有距离感 对一个地步 有时会令人觉得气馁 譬如我们以前 我常常批评香港人 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跟他说什么大道理 什么叫正义自由 这些 现在我们常常说核心价值 现在我们就很流行 就是 是不是 就是 这几年的政治变化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是香港人 开始很喜欢说大东西 真是很喜欢说是非 真是很喜欢说 所以现在我们移动 就是 这个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就是譬如说 很多东西都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现在在香港 普选也是 当然 东北发展也是 垃圾 堆田也是 或者在一条街的树 砍不砍 这个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如果你支持砍算 就战架下楼没钱 就是我们是这样的 以前香港人不是这样的 以前香港人是怎么样的 是 冷静 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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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我们是喜欢这样的 这个是什么态度呢 就是很sillical 就是所有东西都有个distance 你跟我说出很劲的东西 很正义 大是大非 我本能地就想避开你 唉 不要说这些东西 唉 浪費了 正义当饭食 我们是这样的 很实际 但这种实际呢 旅大陆的说法就是 其实又有一种批判性在里面 对所有东西都 抱持着一种距离感 我不是觉得这样很好 我只是觉得 这个东西的 是香港的气质的一部分 是很特别的一部分 不过现在正在变成 现在正在变成 因为现在香港开始变得 消失了这种冷的距离感 开始变得很火热 开始变得很passionate 未必是坏事 也未必是坏事 也未必是坏事 而这种冷感 对所有东西都保持一种莫言的态度 在另一方面 和香港的政治现实也有关系 就是刚才 我们讨论到其中一件事就是 香港在以前 我们有一帮外国人士 民族主义者 好像诺英申本书里面提到 他们很有趣 他们是怎样呢 你这么爱国 你这么觉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共产主义好 应该解放全人类的话 为什么 你不在港英殖民地 和香港殊死斗争呢 为什么 他们的选择很有趣 他们的选择是要 发回国暴效祖国 请留意 这个选择是很有趣的选择 他说要回内地 报效中国 建设中国 参与解放的大业 而不是想在香港解放香港 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个选择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在这两本书 特别是奴允新的书 你会发现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提得少 他另一本英文书提得更多 或者其他历史学家 都告诉我们 是因为 解放香港这件事 从来不在中国共产党的纪念里面 他根本想继续香港是一个殖民地 就是我们九七回归的时候 我想在大陆内地的朋友 会记得那时候 铺天盖地的宣传 就说到我们什么 一百五十年的游子回到祖国 有心情 哇 抱着哭 但是 有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十年代已经可以收回香港了 是有能力收的 为什么你不收 如果你这么心情 你爱着这个 被人抢走的游子 为什么你不早点抱他回去呢 为什么你要让他留在外面多数十年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赚钱 因为 那时候经济封锁 只有香港 是一个外贸通道 只有香港 可以 给大陆 解除这个经济禁运的封锁 其中一个开口 如果你在福建 有人在福建人的话 你也知道福建有多少地方 是一个很重要的走私地大 叫小香港 走私有多少香港货品 我们不要忘记外国商人霍英东 他最爱国的行为就是做走私 所以那时候香港 就是因为可以做走私 令到大陆有机会拿到一些美金 拿到外回 令到祖国 有办法输入到一些必要的外国产品 还有可以派出间谍 不是在这里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香港在当时冷战时期 全世界除了伊斯坦堡之外 第二大的间谍中心 就是说这个 你被人抱走了 抢走了一百多年 很惨的 流落在我的二香油纸 你之所以不截他回来 这么多年 你说哭着现在抱他 过去几十年 你有得他在外面 你不接收他 是因为他带给你着数 所以其实很简单 以前周恩来都说 那时候训斥六七暴动的班人 就说现在不可以收回香港 为什么 他对香港要长期利用 所以香港的殖民地状态的维持 是离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的积极的参与和配合 他想你继续做殖民地 这样才能利用到你 然后在这个状况下 所以在香港 你最爱国那班人 最信共产主义那班人 由于上面大佬叫住 所以你不可以解放香港 解放香港 解放香港对大佬没有数 所以你唯有回香港 参与祖国建设 所以是不是很有趣 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你不打倒港英 你不打走英国佬 为什么你要回国建设 所以这个从来在香港 不构成左派的 所谓解放香港 从来都没有 而剩下你一边 其他人又怎样 国民党政府也没有力去解放香港 国民党政府是想利用香港 作为一个统战宣传 反宣传 全间谍资讯工具的桥头堡 在顶着大陆 而这班人又想不想香港 国民党人又会不会说 香港又很惨 虽然我们知道 台湾国民党政府 实际统治的面积 比他宣称统治的面积 小了一百倍以上 他说他统治的国家是一个秋海堂 他经常说得很厉害 为什么他从来不处理香港问题 你经常说反共大陆 你经常说要无望再举 要反共救国 你怎么看香港呢 你想不想救香港同胞呢 他又不想了 他在香港呢 又是搞一下大家 即是冯穗凡那些 每年双十举一下旗 那就很happy 那就够了 就是因为对国民党来说 香港也是他要利用的地方 英国呢 香港当然也是英国利用的地方 所以香港从来都是被利用的地方 我们从来没什么主体性可言 我们从来都是被人利用的人 然后问题是 我们这帮人其实都在利用香港 因为每一个香港居民来香港 早期的时候都是想走路 来到香港是想去其他地方 又有什么不妥就是移民 我们八九的时候 大家在想 怎样可以 有些建议 包括林恒子先生 提到他去加拿大 买一个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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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撿成香港 你看看 我们宁愿去其他地方 都不愿意让香港继续在香港 我们大家都利用他 从来这就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地方 是一个码头 到今天我们说香港的主体性 我们回去看才发现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资源 我们的资源其实很少很少 而这个时候我们很盲目捉住一几样东西 就很肯定他们 但是我建议我们 就算说将来任何政治策划的时候 都应该回来很客观地 现实看回整个过程是怎样走过来 是怎样出现的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 怎样不是盲目地 独断地去排斥一些东西 或者是接受一些东西 又是真的critically去看 整个地区变化的局势应该是怎样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藉着这两本书 其实这两本书我们还没谈到 不过我们时间有限 暂时藉着这里做一些起步的讨论 希望大家回去有兴趣 可以再找一些相关的书籍来看 因为《女大陆》这本书里面 很多重要的文献 就是来自解密了的 以前的殖民地部和外交部的档案 其实关于这方面 近几年很多学者都做了很多研究 譬如说黄慧伦、李铬广 都做了很多以前的殖民地部和外交部 因为香港档案最早在殖民地部 后来转到外交部 就是《九则谈判》的时候 这些部分其实大家都可以找到很多资料来看 而罗永生写的殖民无间道 这一种从今天文化研究里 变成后殖民主义的角度 去说回香港历史 除了他另一本英文著作之外 暂时未见到好系统的专注和文集 但其实也有不少的文章 散建在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有兴趣找来再研究一下 看了这些书 或者《略知一意》之后 起码我们对于什么叫殖民 我们会清晰一点 不会容易人云逆云 就是说殖民是好 以前大陆说殖民怎样衰 我们受盡屈辱 但也不是殖民说 哇 很好 以前英国佬真正 对我们一流 我们又free 又open 也不是这样 我们要了解更多这些殖民经验 然后知道真实是怎样 我们才知道下一步 我们继续如何走 那我们暂时到这里 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等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一个距离是否合适 因为从我来说 我觉得 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爱国不是爱他的政治体制 而是爱他的文化 就是我来看爱国这件事 如果你看回150年前 连中国也没有 就是中国这个概念也没有 的时候 又怎样分为香港人和广东人 因为从我来看 我不知道这样分类是否合适 我是把香港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那些群埋 算是南洋文化的 我是这样看他们的 因为我很崇拜一个人 是孤雄明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他和他的儿子都很厉害 他的儿子 Tonson 也很厉害 在文化上 我觉得他们是把文化实践到最底 就是很 怎么说 他是留篇的 还有 他是把中国文化进行到最底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这个对我来说 是大是大非 我反而不觉得 如果要一个地域来看中国文化 或者什么 我觉得不是 是属于 爱他的人 如果我说我爱中国 我应该是爱他的文化 我爱香港 应该是爱他的文化 而不是他的体制 不知道 其实很难说 因为爱国也有另一组 就是爱体制 不爱文化 比如说 美国有很多人 他们所谓 宪制爱国主义 是什么意思 他正正觉得美国文化 很肤浅 很窄 很不够 很有问题 不过他很爱美国的宪法 那种基本的精神 也都可以这样爱的 所以 所以 外国有很多种外法 但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首先 什么叫外国 外国是不是一种 virtual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经常以为 外国是一种美德 就是你爱国是一种 这个人我认为他好东西 当然很爱国 我小时候 在台湾读书的时候 我们认为女生 分三种方法 最好的赞美就是她是美女 第二种 如果她不是多美 那又想赞她 很有气质 第三种 她又不美又没有气质 他可能是过 外国 外国 我们就觉得是好东西 大家觉得是一种美德 但是你仔细想想 在道德哲学上 我们有时都会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 我们有很多种美德 对吧 大家都知道 譬如说 诚实是一种美德 忠诚是一种美德 忠诚要有情 勇敢是一种美德 正直是一种美德 Kindness是一种美德 Generous 就是宽大为华 慷慨是一种美德 爱国 可不可以和这些美德 并列为美德的一种项目之一呢 是有争论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美德的德行 在道德哲学上面 大家都会努力地为他们找到一个哲学上面 逻辑上面的 令他们得以成立 得以成为美德 大家都应该有的一些东西 应该追求一些东西的根据 我们可以做这些东西 但爱国就比较难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爱那个地方 他不是必然的 他是偶然的 你成为中国人 是一个 accidental 的东西 是偶然发生的 你不是天生注定 永远要做中国人的 但是当我们说 一个人应该追求 应该有勇气 或者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时候 这些东西却不是偶然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无论是哪里人 都是差不多的 什么时代 我们都会赞上 这个真的是诚实 所以在这里 究竟爱国 应该是什么呢 爱国可不可以是美德 这是一个很有争论的事 有些学者觉得是的 但也有些学者觉得不是 你需要讨论刚才那里 如何处理偶然性质的问题 好了 接着还有这位朋友 我刚才看到 我想提提 书中曾经看过 洪青田说 香港从来都不是殖民地 何来殖民统治 洪青田觉得 香港根本是现代化的典范 道长你怎么看呢 其实这个说法 有一个时期 陈云都有类似的说法 当时我说 他是帮何志平写的 他经常说 香港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城市 有几个人鼓吹这种说法 洪青田最厉害 但我觉得洪青田这个说法 是一个戏剧性的说法 多于一个他自己相信的真正的状况 我不认为洪青田会傻到 否认香港是一个殖民地 我想他只是想更加强调 所谓的现代城市 因为洪青田我们知道 他一直做了二十多年的香港学 他说香港学 就是想把香港作为一种 亚洲现代城市的典范 树立起来 而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状态 很值得推广 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 全部都有一个限制 限制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真的太忽略了历史的细节 以及整个环境的变化 他有一种看法就是尝试把香港的成功 首先他定义了一些东西 叫香港的成功 那些叫不叫成功 其实大家都可以争论 让我们假设 就算是成功了 香港的成功是由于 香港某些独有的特色 和制度上的特别的arrangement 一些特别的安排 令到他成功 他尝试在香港以内 找香港成功的理由 而那些理由 他认为是一些现代的标志 他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想强调 这些成功 如果从历史或者国际局势来看 正正是因为香港是殖民地 才具备那些特色 比如说在冷战时期 东亚四小龙 或多或少都是一种殖民地 或者是半殖民状态下的背景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东亚四小龙的发达 比如说香港的成功 我们就说香港成功 你不可能只是在香港内部 找香港成功的理由 香港所谓成功 就算是经济发展的繁荣 和国际局势是绝对相关的 比如我们说四小龙的崛兴 四小龙的崛兴是怎样来的呢 四小龙的崛兴很简单 就是冷战 我们这里是第一岛链 西方世界 特别是美国 他要对抗共产势力 防止赤化 要巩固第一岛链 巩固他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强化他的经济发展 要令到他的社会有新路 当时其实美国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安排 是用同一个模式 首先是对日本 他要先扶日本 他为什么扶日本呢 他跟日本签一些很特别的 现在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经济协定 那个经济协定 是令到日本货出口到美国 是享受一些最惠国待遇的 有很多产品是免税的 日本的产品的崛起 是靠这样起家的 是美国佛服 美国开放自己的市场给他 所以后来很多美国人就后悔 美国汽车为什么被日本打倒呢 就是这个状态 他开放自己 这么亿日本人 让日本打他 然后他就开放第二梯次了 第二梯次是对东亚四小龙 东亚四小龙就跟随日本的步伐 一样享有对美国这么好 早在WTO之前 我们去美国已经很free了 不但他逼日本 接受东亚四小龙 就是他要日本对东亚四小龙做一些 当年美国对他做的事情 所以有个时期 我们香港的东亚东亚东亚 很便宜的手套 架花的东亚是大量入日本的 日本其实有个时期都卖我们的货 Made in Hong Kong 就是那个时期不断去的 所以四小龙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挖兴的 是美国透过他超级庞大的经济实力和市场 整个将他们一起拉起 所以香港成功 如果你没有这件事 你怎么成功 其实我觉得红青田是有时候 他们这些香港学 是对国际局势的历史太不敏感了 对于冷战结构是什么 太没有认识了 太忽略了 而接着四小龙转型 你又看到了 如果我们不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 我们又怎样可能进一步发展到今天呢 改革开放 所以你看到中国改革开放 四小龙都受到影响了 因为你做家工 代工 你开始做不过大陆 你做不过东莞 那怎么办呢 所以其他三小龙就转型了 韩国 台湾 全部行高科技 新加坡也是 全部走高科技转型 产业升级 香港是唯一一个不产业升级的小龙 但是都发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高厂入大陆了 香港就直接进入服务业、金融业、地产了 而今天大家说的什么金融很发达 我们的地产商、地产富豪很发达 其实全部都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的事 80年代李嘉诚不算是什么 80年代香港第一大地产商是回应商 是不是 李嘉诚是后来盛着势才做起的 是另一回事 不好意思 葳小姐 刚才听梁先生你这么说 我不知道那个点是否正好 在刚才我们说的《殖民无间道》 我们说过一个冻结殖民地的概念 罗先生在那次曾相识的70年代 就是反对这种急动的 我刚才听你的话 是不是你也是反对这种急动的方式 我从来都是 我十几年前已经写过一篇文 叫做《香港未完成的解殖》 就是《香港的解殖》是未完成的 因为我们是被冻结在殖民状态 我们今天说我们反对 现在拉长毛的公安条例 那些就是殖民地的恶法 是所有英国殖民地都有这条法例的 现在全世界前英国殖民地里面 只有两个地方 还有这样的公安条例在行 以前是全英国殖民地都在通行 哪两个地方在通行呢 就是我们香港和新加坡 两个地方政府都很happy 继续用这条法例 这就是殖民恶法 然后香港现在的政治制度 香港政府这么亲相的这种结构 全部是港英时期的东西 今天我们要求香港要改革 要民主化 要更公平 更民主 更自由社会 不是要令我们更加像以前的英国殖民地 是刚刚相反的 我们要告别它 是要告别它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就叫解殖 解殖就是解除以前那种殖民地的 所有政治经济制度的状态安排 这个就叫解殖 譬如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殖民地体制 包括时事规划的方法 包括土地利用的方法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譬如说 为什么香港的土地 会用得这么怪 你知道香港有 四乘五的面积是郊野公园 我们经常说土地不够用 土地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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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永远不能够用 因为写下是郊野公园 为什么 其实今天没有时间讲 大家仔细回去看我们的历史 全部和殖民地体制有关 在解殖的路途中 大家很担心 很容易被偏向中殖 不是的 我们现在要解除殖民地状态 现在我们已经是中国统治下 我们已经是中国主权 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种族民族国家主权 我是就着香港的制度 我们还是一个殖民地制度 我们要改变它 改变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解殖的真正的意思 不是换一个旗 换一些膚色的人 而是将一些过往因应殖民需要的利益 而打造的那种建设的制度 改变为一种真正的主权在民的公平的制度 譬如我们的 现在我们所讲的那些 粉粮高尔夫球会 那些是怎么来的呢 那些就是殖民地 就是以前 你知道这个地方 再过一些 借打花园 以前是什么呢 香港木球会 他大家都有写 木球会 你想想那时候在中环 地皮多贵啊 就在那里 香港有多少人打木球啊 大哥 你经常坐巴士走过 就看到那些鬼仔在下面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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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那你以前 不是我们经常游行都去公园的 那时候 你想想香港以前这么多的地方 为什么全部都变成会所呢 为什么是几元租给他们呢 那些亿益是谁呢 譬如加上粉粮高尔夫球会 那些什么促进香港体育法治啊 所以你想想这些情况 我想这些就是殖民地体制啊 我们要反对的是整个殖民地制 包括我们香港立法会 为什么是这样的立法会 这些都是殖民地体制 功能组别是一种殖民地体制 功能组别是以前的殖民地政府 英国殖民地政府 后来吸收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里面的社团主义之后 在二战前后到 在好几个殖民地 简选几个殖民地来实行 是一种co-op式的政治方法 把地方精英吸纳到共谋政治里面 这些我们现在这么痛恨的功能组别 就是一种殖民制度 所以我们所谓解藉就是去掉这些东西 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国人自己的主权 我们还要保留一套殖民地里面的 一种很特别的政治安排 那种安排是为了满足殖民中主国 和本地既得利益者的一些利益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梁先生,我想接着你的话题 用30秒钟讲 提出一个我的论题 我觉得既然解藉未完成 我觉得应该这样看 解藉的路途 同时应该和香港主题性的建构 是一起进行的 因为解藉 我觉得任何事情 我们首先要问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究竟是什么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解藉 解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已经讨论了很多 我们的优越感 建基于很多是一些虚构的概念 或者是和殖民地合作的一些东西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问我们的主题 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主体性的建立 这个就是我提出的一个方案 就是跟着来 因为跟2008年 我们香港本土论述 开始 我们有关注那个论述的进程 基本上 我觉得应该是和一个 本土文化身份的论 开始转向主体论 就是和今天 我们应该重新站在一个新的平台上 将解藉和主体建设 这两件事一起去推进 谢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有些超时的关系 我才很简单的 略略 就是说 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就是 当我们讲一个城市的民主化 或者一个地区的民主化 它需要有一些什么 相配应的政治社群 我先不讲主体 先讲政治社群 举个例子 我们假想的状况 今天我们在香港 我们追求 简直大部分人都认为 香港应该尽快有双普选的 直接选举 没有筛选的特首和立法会 我们如果追求这件事 接着我们说 我们香港需要有自己的主体 来配应这种追求 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还是我们只是说 我们香港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社群 political community 就已经足以 支撑这两种政治制度上的设计和安排呢 为什么我这样转换这个字眼呢 我们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广州 可以自己选市长 选市委书记 假设没有市委书记 广州就直选市长了 直选人大了 请问广州需不需要建立一个主体上的论述 或者他 第一我觉得 不需要很迟加我们本土派的那种说法 就是广州人不一定需要说明 我们广州人和中国人是不同的 中国人是野蛮的 我们广州人文明 假如上海要直选市长 要直选人大了 上海人又要不需要 我们和乡下人是不同的 全中国都是乡下人 只有上海人是上海人 其他都是乡下人 或者北京要直选 如果这样搞法 全中国千千万万个院士 都说自己和中国人不同 都是自己有一套很特别的东西 不需要的 等于我们在美国 你什么时候见过 L.A.人会说 我们不是美国人 我们是L.A.人 他不需要先否定自己是美国人 然后才可以肯定 L.A.人要直选市长 或者city council 你选就选吧 他选的时候 他靠的是什么 在后面呢 就是我们L.A.是一个political community 我们同时 又在state的层面上 是California的一部分 然后同时又是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一部分 但是 L.A.这个level 不是其他level可以取代的 这个level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这样 假设 中国 用刚才这个框架来考虑 香港 如果我们今天成人双普选 我们为什么一定需要 要讲到一种很独立很独立的一套身份出来呢 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多元重叠的身份呢 然后 然后 这种 政治社群 的边界又怎样画呢 就是我们 political community 需不需要画到 有些这样的人 他不赞成某些东西 所以我们觉得 他不是这个community 他没有资格做citizen 或者哪个人才叫做citizen 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问题 即是现在就算是说本土派 香港人都大了 这样才算 因为你会留意这种说法里面 他们有些香港人 他不当是香港人 他说 有些人说 那一刻他说 这些不叫香港人 因为他是新移民 这个人 他虽然是香港人 但是他不以香港人利益为依归 所以他又不是香港人 那你无穷地画下去 你画香港人的街 你怎么画呢 你去到哪里 这个不可以arbitry的画 尤其是选举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呢 譬如陈云 他有时候会写 有一天 等到香港人说完事的时候 有些人说 譬如陈冠宗、梁文道 就会被我们驱逐出去 那为什么我拿三个星身份证 在香港第四代 你会觉得我忽然又不是香港人呢 因为他觉得我们主张不同 那你有问题 你怎么去画呢 你用什么边界来支持他 你这种游戏是无穷无尽的 等于以前在大陆我们批斗 就是说你不是真正 没错我们是人民先走 但是现在我们打掛这条 因为他不是人民 他是人民的敌人 这种游戏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觉得 不可以这样画的 身份的多元是很重要的 等于我刚才举个例子 纽约人从来不需要否认自己是美国人 才觉得自己可以心安理得 投票算纽约市长 没所谓的 我想我们时间真的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 谢谢各位 咱们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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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a